嗨,大家好,我是Marshium金真谷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一下 植物大展将上恐龙梦幻球 背叛者 我们走了半天 怎么一头鹿风龙也没看见 别心急,我们的领地还在前面呢 阿风叔,小炫 双冠龙就要来了 我们得赶紧通知老爸做好银串的准备 你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见他,等等 你们是谁 我们是小炫的朋友 他们和嘟嘟是来帮我的 可你父亲现在正在静地 他们是不能去的 这样吧 让他们先去休息一下 等我们商量好了再会合,行吗? 也行 你带他们去休息 你带他们去休息 我们走吧 请跟我来吧 这后面就是你们休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会有典型吗? 他们是恐龙 怎么会 可能会做我们吃的典型呢? 不 这不是双冠龙从地下召唤出来的那些恐龙吗? 他们是奇齿龙 生活在侏罗纪早期 是一种植食恐龙 最大的特征是嘴里有三种牙齿 奇齿龙嘴巴前端是小型的尖牙 用于咬断植物 嘴巴深处是用于咀嚼的甲齿 除此之外 还有一对鸟牙式的长牙 变身吧 同意 没想到他们这么厉害 我们得赶紧回去告诉大哥 往哪逃? 哎哟 说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们? 那个阿风叔一定有问题 啊? 嘟嘟 你知道他的难力吗? 他是小萱爸爸的手下 除了小萱爸爸以外 鲁蜂龙一竹最厉害的就是他了 我想起来了 是大哥阿风叔告诉小萱 双贯龙的所在地 也是他告诉小萱 解开封印的三件宝物的具体位置 那家伙和邪恶 邪恶双贯龙是一伙的 我敢肯定 为什么这么置信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太厉害了 居然都拆出来了 首领 没想到我会回来吧 不管你回来几次 我都会打打你的 这次你一定不是我的对手 老爸 你好啊 首领 小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厌倦当第二名了 只要你消失 我就是鹿蜂龙的首领 把梦幻球拐杖交出来吧 否则你儿子就完了 梦幻球 没错 那才是真正的梦幻球 不过像他许愿可没用 他从不会帮你实现任何愿望 交出梦幻球权杖 好 我才会给你 柴怪 啊 好机会 老爸 快走 去那冰川之地 找到头上戴王冠的恐龙 要记住 只有靠自己梦想才能实现 老爸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 称霸世界了 为了阻长 称啊 哼 说小 不用伤心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老爸 住手 英雄拿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